嗨 大家欢迎收看视频 谢谢是11月9号的4点凌晨是4点多吗 好 我现在快点讲下一些一些东西吗 还有一些我的看法 现在就是大盘继续上涨 现在大盘迪all time high 非常近的现在 那么还有这个是说在拜登单损下一任总统市场的反应吗 我这里用的引他这个赶引号吧 是因为 因为不能够因为现在虽然说现在很多媒体跟世界很多的领导人 特别是西方的领导人吗 都已经祝贺拜登单损了 但是呢 因为川普现在还没有承认这个败损吗 还有就是从法律上原则上来说 现在拜登也并不能够说单损嘛 所以说我这里就用的引号吧 引号吧 就是效益 所以这个怎么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了 反正就是 不然现在就是一句话 从官方来说 不能够完顺说已经损上了下一任总统吗 但是我个人认为是应该可能性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性是拜登会成为总统 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性 那我这里说这市场的反应 我当然是非常的正面的 不过我这里主要是说一些细节方面 就是在这段时间华尔街其实非常的支持拜登 那么我知道很多想看我视频的人 我想他们很多华人嘛 有不少华人 可能是有些 我一句话吧 不管投给谁 我觉得不管投给谁 首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市场反应是非常正面的 目前嘛 包括华尔街本身也是希望拜登单损嘛 我不是说全部 但是从百分比来说的话 是希望他能单损 那么其实对股市并不是什么坏事 是吧 并不是什么坏事 我是单纯从股市来说的话 拜登单纯不是什么坏事 然后说一下爸爸跟那个Word 其实这个都是4天以前的留言嘛 其实现在已经过了这么多千 有一点点 当然肯定没有像我以前做视频的 只每天 基本上每天更新 1到5嘛 能比较快一点 但是但是这两个其实我在 那天或者星期三或者星期四差不多的时候嘛 已经回复了嘛 这两个股票总的来说 从那个旁边来看的话是OK的 都是可以接受 当然这两个公司具体做什么东西 我不是 啊对对对 我大概会了一点点 但是不是很多 但公司具体的基本面 你这方面 最好要去看一看 不过旁边来说是可以接受 挺好的 我估计按照目前这种进度 明天应该来够还是继续往上走吧 关注一些中产线股 工业跟金融 我这里标出来吧 就是我 我现在就是给我的感觉 就是给我的观察 我的观察就是很多工业股好像价格不错 包括雷神现在已经在那个位置反弹好几天了 然后 金融方面 金融方面比如像银行嘛 其实有挺多的银行还有金融机构股 股票这几天也反弹得很好吗 我不写科技股 我这个科技股现在这个价格有点偏高 我记得 当然还会继续往上走 只是 我看才是好几个的位置啊 已经不均匀了 中产线的时候下面我再加了一个KMB嘛 KMB就是做那个纸的嘛 很多卫生 卫生巾 卫生纸的这种东西嘛 这个是民生必需品吗 我就听到 我其实长性股票方面 其实做长性价格也不错 其实他之前有讲过就是 一般来说 民生必需品啊 做长性啊 是比较安全的 这样子吧 BKMG最近业绩报告出来还是很稳定的 OK 好 我就先看看旁边吧 现在快速的看一看 在这里 没错 在这里 现在是大盘什么情况 涨了1.33 继续往上走吗 继续往上走 我们可以看看这目前最近这段时间 基本上这种旁边吧 中长性的这个位置反弹 然后呢 这位置我之前已经画过 大家应该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吧 都有都有影响 现在这 嗯 在上周星期五的时候到了这个地方吗 有股市稍微挣扎了一下 然后呢 马上继续啊 突破这道阻力 现在 哦他还是在这里吗 下一道阻力的话 估计是在3600多这附近啊 在这附近 然后碰到这里之后 我估计啊 在在往上冲 可能有点难度 可能会进入这个震荡震荡旁边吗 可能会这样子 我估计 呃 特别是如果说损举的结果出现大的变化 比如说突然 哎 呃 就是对选举的结果有一些质疑 或者说拿去呃 被被最高法国法院给给就是拿去 就像有点像2000年呃 高尔跟那个小布什 呃 小布什的情况吧 那样子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一些小震荡对市场表示不安 如果说川普接下来这几天 或者他想开了呃 承认拜神的话 啊 那么股市的话 将会还会会有一轮连续涨那么几天继续往上充吗 啊 这个这个可能性 嗯 然后我 那么我现在就我特别跟大家看个东西吧 你就知道了 其实你如果单纯股市来说 你是希望呃 就是不管说希望嘛 所以我都说这被呃 呃 叫白人当时是没有什么任何坏处的 可能还有还有还有很多好处 因为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吧 大家看一下这个华尔街啊 这里写啊 这边哦 74 million嘛 你相比之下 川普只有呃 我看下是1800万 也就是说 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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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this comment from President Trump oh my god 哈哈 为什么 这个可能广告还什么 呃 哦 对对对对 好 我说一下 呃 就是 大家看下一个地方啊 呃 这一次啊 这个总统嘛 呃 这个竞损嘛 这个是证券行业嘛 跟那个投资行业 叫做security 跟那investment industry嘛 总共投给 呃 捐给拜登啊 7400万 而 川普的话是 我刚才看到是1000对 大家看一下 是1800万 2016年川普竞损的时候是获得2000万 也就是他这一次的 这个竞损啊 从华尔街得到的支持啊 还没有4年前的多 还降低了200万 大家看到没有 然后你看看这是华尔街的这个 就是其实华尔街里面支持川普的这个排行榜前20名的都能吗 你可以看 这是呀 这里有几个我认 有有一个这个我认识吗 是blockstone 黑石公司 也有知道这个是 像股 这个以前我 我有一些吗 300万 最高就是500万这个了吗 不知道谁 呃 哎 这个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 还是吗 也认识上是Tenology 这个 这个我知道 这个认识吗 哎 但是呢 大家看 这个是他的钱吗 这钱啊 你来看看 你看 这个是拜登支持的支持者的 来看一下 这里其实叫大脑什么七七八八的 但这人是基本的900万 然后 你看这样 然后第二名是这个人是 间赛门 哇 这人追了七七百万五百万四百万三百五十万三百万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反应一种现象 啊 就是你花街比较喜欢哪一边 大家知道 那那意味着那意味着什么 是吧 当然 嗯 花街人当然是他 你看这些投行这些人 包括很多基金呢 或者或者说是 investment firm 他们是喜欢某个人 自然有他的原因 是因为 他觉得我这个人 这位候选人对我比较有利 是吧 那么有 有这么大的比例 整整比川普 阵营多了四倍的比例 华尔街人 华尔街是投行 或者说 这些人吗 呃 或者说 呃 投资人吗 呃 去支持拜登 其实你就已经 就是说 你就已经知道 呃 哪一个人对股市 更有利 所以我刚才我 前几天我看了一些文章是说 主要原因是因为 就是川普的很多政策比较激进嘛 然后经常会给市场带来非常大的波动 这里我们在过去这将近四年都已经经历了好几次 那相对于 呃 相比之下 拜登会比较容易 就是 容易掌握 大概能够感觉到他大概会做什么东西 不会出现那种 非常内能很意外的举动吗 像川普那只吗 所以这方面很多 啊 花街是比较喜欢 包括 在贸易战 贸易的方面 一般来说会稍微好一些 呃 这方面啊 呃 我 我有看到这个新闻中 我觉得我是比较认同这方面 呃 这个分析 其实我们 非常能够理解 我觉得 或者我只是单纯从 啊 投资 这个股市的角度来说的话 呃 这个拜登是 是对对股市挺不错的 啊 这样子吧 啊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吗 7400万对1800万 呃 哦 这里是我刚才看到这个美国的疫情啊 已经连续好几天在10万以上了 今天还是几万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 啊 在美国的只能够等这个疫苗出来的 我估计 哎呀 这个 啊 老实讲我 我 我身边看到很多 呃 这个美国人啊 其实都 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都 都都没怎么在乎这个东西的 老实讲 我我我注意到 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 OK 呃 嗯 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市场的反应吗 因为我刚才这个视频开头 开头讲到这个地方吗 市场的反应是吧 你可以注意到很多科技股大公司 都非常的呃 呃 都表示都是挺乐见 大家看一下CEO 美国主要那些大的科技公司 硅谷的那些嘛 都很支持 呃拜登跟这个哈里斯嘛 包括 什么 加菲佐呢 亚马逊CEO 嗯 特斯 他有什么 对不对 亚马逊CEO 啊 还有这个微软 我刚才看到我的微软微软比尔盖茨 嗯 Facebook 是吧 Facebook 还有Cisco 啊 BOX我这不知道是 不知道这个公司做什么 啊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很多的 啊 是支持吗 那我现在看到 呃 首页这个地方 其实我刚才跟大家说我这个地方新闻被我注意到了这个地方吗 说德国正在考虑延迟对美国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冒呃 关税吗 对于美国40亿美价值4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进行加税吗 啊 德国正在考虑暂停啊 这个也有好吗 我这个地方其实是正面的正面的信息 好吧 选举目前的结果是290对1214 呃 为什么评价啊 我有什么感受 啊 我觉得 我的看法是 我各方收到了资料 看到新闻吗 川普 我很难想象能够翻盘 因为差距太大了 在很多个州吗 那么至于选举有什么舞弊这个七七八八的这种东西吗 现在呃都会一切什么东西都有法律程序 对吧 不能够 因为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大家都要拿出证据出来 还有就是 你这个范围有多广 那么 呃 我刚才说下一次我刚才有新闻是说如果即使是有些地方 确实出现了问题 比如说有些舞弊 但是呢 这也是小范围的 小范围 你不能够你 我刚才看了一个文章是说 你除非能够证明 这个能够全国性系统性的欺诈 不是 就是系统性的这个 呃 舞弊吗 或者怎么样 你才能够改变 但是现在没有证据说明是大规模的 这个因为没有办法做到百分之一百吗 就像当年呃 川普跟 sorry 不小布什跟 高尔吗 最多最后就就就就 改了改变几几百票吗 呃 所以说现在 呃 我还有个今天看到新闻是说 共和党里面的很多人都已经表示支持这次的选举的这个情况吗 包括 呃 还有几位是 是Ted Cruz 还是比较 还是比较 呃 为为穿继续为川普 看看了 比较 看看能不能够做些什么的基本上现在整个 呃 共和党里面的绝大多数人都已经 呃 支持这次的选举吗 所以说翻盘的机会 呃 呃 呃 微乎其微 微乎其微 我只能这样说 还有关于什么 还有一些什么 我的意思就是说 小规模什么 呃 死人票的这些 这个范围太小太少了 呃 不会有对 呃 有什么大的 大的结果的变化 因为差距 很多万票吗 呃 所以说 这个他距离太大了 没办法 呃 那么 呃 还有什么来着 好我现在就 呃 现在 彭博社新闻社 OK 现在 我现在去关注是什么 是我现在还在等待 拜登 因为在拜登在选举的时候 有说过他将会 呃 就是没有像川普那样子 跟中国这样打贸易战吗 之前他有说过 但是呢 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拜登 本能 在 就是 已经 理论上讲 就是不是 就是 就是已经自己已经宣称 已经 要变成下一任总统的时候 或者说 大家公认的时候吗 他有什么表态 目前我还没有看到他 这方面有没有 还有没有什么 我现在还没看到他有的表态吗 等到表态之后 我估计市场会有很好的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应 也就如果说他 接下来 回答 关于 如果说他的立场能够 比较 缓和的话 会好很多的话 呃 那么接下来股市还会继续往上冲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这里的空间还是还是很很有空间的 呃 就是第一点 两个地方吗 如果说川普 承认败损 或者说 呃 定下来的话 那么这里 有个线上的压力 第二点就是关于中美贸易方面 如果说能够 拜登能够说出一些 比如说不会像川普那种 比较 呃 激进的或者说比较 那种类似冲突型的那种 或者说比较缓和的那种策略吗 还有这还能够 第二个推力吗 这里我目前已经有这两个推力吗 一个是川普 承认失败或者说确定 拜登年任第二点就是中美贸易 关系有所缓和吗 这方面我就这两个 是一个比较可以可以接下来可以看的地方 还有就是欧洲方面目前第三个因素就是欧洲方面 我刚才就这个地方我我引起我的注意吗 这德国现在正在 呃欧洲现在因为既然有新的总统 呃 如果说有新的从来出来的话 那当然 呃 呃 可能会有变化 因为在过去这四年的时间里 呃因为川普 呃的原因吗 把这个 跟北约的关系 这个 盟国的关系跟欧洲的很多关系 国家关系搞得比较 嗯 至少跟过去相比是差了很多吗 会差很多 呃 这也是我看到这几天 呃 中俄领导人都没有 祝贺拜登 结果 因法德这些国家包括加拿大 马上出来表示 支持这个欢迎拜登 呃 呃 连任成功吗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 有意思的现象是吧 很多国家 这些国家 呃 都对 呃 川普挺反感的 好 谢谢说这方面的话 如果说拜登能够把这个关系搞好的话 这里又是一个股市的推力 所以说现在 呃 我觉得很多 向上的因素吗 很多 而之前我看到有一种声音说什么股市接下来会崩溃 呃 或者说 觉得 啊 有问题吗 我觉得 目前我所看到的信息是 很多很多正面的东西这里吗 包括第四 再加一个因素吧 第四个因素 就是呃 在下 呃 明天的时候吗 现在是星期 OK星期的时候 拜登说要搞一个 疫情的 这个text force 就是之前 就是前段时间 几个月前 已经被 已经被总统川普给 给关掉了那个 呃 新冠病毒的一个 小组吗 那么现在是星期好像是星期还是星期二 星期二吧 他反正他 呃 拜登说准备马上要重新搞起来吗 我刚才看到有个类似的新闻 所以这也是一个 对股市有利的 呃 东西吗 就是这里有四大因素 我已经已经马上已经 呃 找出来了 好好 下一个是说下爸爸跟那个我 然后看一下旁边 呃 阿里巴巴的话 你看这个是地方 很典型的 这种 向上那个 呃 渠道旁边嘛 所以说 呃 这个地方是一个 也目色过去嘛 不过我觉得 可能此时此刻 按照我的 如果单纯是做反弹的话 已经我就价格有点 有点偏高了 现在就比较好的位置是在 可能是在3号的时候 或者是在5号的时候 现在的话可能有点高了 呃 这个地方下三周嘛 我就现在这个这个价格有点有点 呃 我觉得从盈亏比来说不是很好 但是你要是说从 呃 嗯 如果是做 我的意思是从日线来说的话 已经 现在此时时刻 如果说明天可能开盘再涨个1-2%的话 我个人觉得 呃 从交易交易的角度来说的话 已经已经已经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呃 我 但是 不过我认为还是他会继续往上走呢 还是还是能够继续往上走 大概能够 空间能够到这里吧 要3-2 3-2-6 差不多3-2-7左右吧 这样子吗 下一个是 我 我的话 我当时在呃 视频啊 就是有牛 有回复过这个留言吗 你当时价格在这里是吧 你要是 我就是在 在 3号的时候 呃 等一下等一下 呃对星期四三号在这里留言的 呃 我当时已经差不多这里吧 我当时反正说这里提到这里 其实一个不错的买点吗 啊 就是做这一做这道防信 然后看看能不能够找到这上方这样子吧 对吧 OK 好 我 我的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 因为这个公司 跟疫情是有一定的 联系的吗 呃 因为他是做远程的 这种办公或者这种类型的软件吗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 呃 现在美国这边是一天是十万 前几天都十几万 十几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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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计还是有其兴趣还是那些话止损什么东西都要准备好 好不好 这个就是 呃 这个公司想法 额顺便说一下 OK 他的业绩报告是在什么时候 12月3号 所以说差不多还有一个月左右时间但是要稍微注意点 你可以注意到他前两次业绩报告都是一个非常大的缺口 随着心理准备看这里 蹦 这里 好像比较7到10%左右的幅度吧 这里是 巨大的变化 谁说买这个公司的话 反正一句话就到了业绩报告的时候稍微小时一点 我这个可能波动非常大 我前两次波动都都是比较大的幅度吧 OK 啊 就这个位置吧 呃 还有什么来着 对基本这样子的地区们这样子 呃 bkng 这里我这几天bkng 反应很好 呃 我之前已经讲过这个公司了 我个人觉得这个公司可以做 长线 长线 啊 因为他是定机票我我有用有我有 用过他的服务几次过啊 用他的 agoda好像还有那个开牙吧 开牙都有 从他那边啊 订机票跟那个 旅馆过我都用过 感觉确实不错 啊就是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选择 反正我一般来说都是按Google里面嘛 社群嘛 然后想要去哪里 然后一般来说出来的都是他们的产品嘛 所以说 他在他的这个行业里面可以说是一个 佼佼者嘛 呃 所以说我做长线做这种投资 就是尽量去买那些行业里面的佼佼者或者有一定的就是几乎是垄断的就越下垄断越好嘛这种类型的公司 呃这样的话很多其他公司不好赶上来 呃 好就这样子简简单的说一下哈我现在赶紧赶紧去休息了 这些我去把这个视频上传还要上传一段时间 OK好 那么既然大家谢谢大家收看 然后点赞订阅分享吧 然后下次再聊 拜拜